昨天 苏州市吴江区712四季开源酒店府房坍塌事故调查报告公布 报告已经经过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复结案 事故调查组认定 该事故是一起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 非法委托与承拦 错误的改造设计 混乱的施工管理 及临时拼凑的拆墙作业人员等多因素叠加在一起 导致的房屋坍塌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目前 江苏省公安机关对四季开源酒店实际控制人王安时 四季开源酒店法定代表人王安新 苏州初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博等7人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分别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妨害作证罪 包庇罪 移送起诉 江苏省委责令苏州市委市政府深刻检讨 江苏省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一规一计一法对25名公职人员进行了追责问责 2021年7月12号 位于苏州市吴江区松林街道 游车路188号的苏州市四季开源餐饮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辅房发生坍塌事故 造成17人死亡 5人受伤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 检测鉴定 调阅资料 人员问询 专家论证等 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 是在无任何加固及安全措施情况下 盲目拆除了底层六开间的全部承重横墙 和绝大部分内纵墙 致使上部结构传立路径中断 二层楼面缺粮不足以承受上部二三层墙体 及二层楼面传来的贺载 导致该府房自下而上连续坍塌 事故背后存在酒店老板与当地相关职能部门公职人员 相互勾结 谋私贪腐的问题